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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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分数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事实上 因素分析 s-mu等于lf 加上什么 这个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把sigma 拆解成为什么 lltranspose加什么 加sign 对不对 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上个礼拜几乎 三节课都在讲 怎么做什么 怎么做参数估计对不对 估哪一个 估什么东西 估这个嘛 是不是 估那个因素负荷量矩阵嘛 是不是 有没有讲到f 有没有谈到f 没有 没有 因为f呢 我们给他做了一些假设嘛 它的期望值是什么 零 然后它的变异数公平因数矩阵是什么 单位矩阵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 你有沒有发现 上个星期 重点都在这里 都在做这个 有没有 几乎怎么样 f的估计值 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你会发现 基本上 如果你是直接 要来看 我要怎么样 把变数 归到因素里面 你只要看什么就好 因素负荷量矩阵嘛 是不是 你是不是只要看 因素负荷量矩阵就好了 因为因素负荷量矩阵呢 你看 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 这个变数 对这个因素的影响 对不对 而且 因素负荷量矩阵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变数跟这个因素的什么 相关嘛 是不是 你需不需要f 帮忙你做这些 决定的 哪些变数 归到因素里面 不需要嘛 你是不是看 l的估计值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上个礼拜 没有花太多时间 在讨论什么 f f是什么东西 共同因素 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嘛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就是 你不需要f嘛 你在看 怎么样把变数 归到因素里面 你只要知道 什么东西就好了 因素负荷量就好了嘛 就是l的估计值嘛 you don't need f you don't need to know the value of f all you need to do is try to get the value of l 那个metrics of factor loadings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过呢 也不是说f完全不重要 只是说在 你要做的最主要那件事情 把变数归到因素里面 你不需要知道f 你知道l的估计值就好了 因为知道l的估计值 就可以看得出来 哪几个变数跟这个因素 的相关程度比较什么 高嘛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我们都是看什么东西 就看这个因素负荷量 哪个大哪个小 就把变数归到 因素里面了嘛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什么 因素负荷量矩阵嘛 对不对 你只需要知道factor loading嘛 你不需要知道f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不是只在做因素分析 你还有一些什么 你还有一些后续的研究要做 这个时候啊 可能你需要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 513页 9.5 因素分数 的说明 你看一下这个说明 In factor analysis interest is usually centered on the parameters in the factor model 我通常感兴趣的是 因素分析里面参数的值 哪个东西 这个 因为 你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来把变因素做 拆解的 对不对 这个跟这个嘛 你会估L嘛 你也会估这个嘛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如果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一些 就像课本提到 你需要做一些 后续的分析 后续的分析 那你可能就需要了 请各位注意 however the estimated values of the common factors called factor scores may also be required 就如果你要做一些 后续的分析 那 这个共同因素 就是f的估计值 因素分数 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 后续的分析 主要有两个部分 可能会需要 我们待会跟你讲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是 后续分析用的 那你就要去估那个 共同参数 共同参数 估出来的词 叫做因素分数 那 那 你为什么需要 这些因素分数呢 请你看最后一句话 these quantities are often used for diagnostic purposes 做诊断用 这些因素分数 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 要来做诊断 diagnostic 做诊断 那 第二个 是做什么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里你没有看到 所谓的后续分析之用 就是 比方说 我可能把因素分数的值 拿出来再跑回归 或者是 我再把因素分数的值 拿出来做什么 做分群 做cluster 所以如果是 要把这个 找到的 共同因素的值 拿来做后续的分析 通常 也有两个 是常常拿来做的 第一个 做回归 就是把因素分数 拿来跑回归 因为你记不记得 我们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它这个跟回归很像 f 它是 随机的 看不到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 你把它拿来 跟回归对照 它是不是跟那个x很像 跟那个质变数什么 很像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把它 估出来以后 你要再去跑回归 理论上是可行的 也有人这样做 那还有人会把它拿来干嘛 做分群 就是第十二章 就是cluster analysis 所以这个 后面你会看到 有人把它拿来这样做 做后续分析的输入变数 或者是 后续分析的质变型 当做x来做 好 这是提醒各位 那请各位注意 估计因数分数 有两种方法 我不提了 哪两种方法 请各位看一下 514页 的中间 有最小平方法 weighted listed squares method 最小平方法 514页中间 最小平方法 或者是516页 回归分析法 那这个呢 我们不提 因为没有实践 跟各位介绍一个 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在因素分析的时候 你只要再加一个字 它就会帮你跑出来 叫做score S-C-O-R-E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 一个程式吗 在哪一页 在509页 你只要 再跑一个东西 比方说 你在rotate等于verumax 后面再加个score 有没有 你不是有preplot跟plot吗 你在这个rotate等于verumax 后面加一个score 当然你前面都要空一格 它每个字跟每个字中间 都要空一格 你加一个score 你只要加这一个指令 五个字 s-c-o-r-e 它就会帮你把 共同因素的字什么 估出来 自动会帮你跑出来 OK 所以这个不太困难 下一个指令就好 你这SARS的指令就会直接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把因素分数的结果怎么样 估出来 OK You got it 所以很简单 所以很简单 One single comment 加一个字 score 加一个字 结果就跑出来 结果就跑出来了 Very easy OK Very easy 好 这个我想我们就不特别提了 那最后请各位看一下 因素分析 我们建议你 最严谨的步骤 怎么做 请各位看一下 519页的9.6 519页的9.6 因素分析理论上要怎么做 519页的9.6 Perspectives and a strategy for factor analysis 那这一节 基本上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请各位看一下 怎么做 你看它下面的说明 There are many decisions that must be made in any factor analytics study 你在做因素分析的时候 是有很多决定要做的 一个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s the choice of m the number of comma factors 所以 因素分析有很多决定要做 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共同因素的数目 共同因素的数目 就是m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 因素复合量矩阵 是一个L乘M的矩阵 L 不 P乘M P代表变数的数目 M代表什么 因素的数目 所以第一个要决定的是 m 就是the number of comma factors 然后请各位注意 怎么决定呢 请各位看最后一句话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在519页 the final choice of m the final choice of m is based on some combination of three points 怎么决定m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the proportion of the sample variance explained 就是累积解释能力的什么 百分比 对不对 那这个基本上 我强调过了 你如果看这个呢 会favor什么方法 组成分因素法 因为组成分因素法呢 其他的方法累积解释能力 可不可能比他高 不可能 因为他是 一个variance optimizing的technic 对不对 是变因素最佳的一个技巧 他把变因素最大的组成分 放在最前面 那变因素最大的组成分呢 就是第一个因素嘛 对不对 这个解释的百分比嘛 第二个 好 请各位注意 很重要了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什么叫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跟主题有关的knowledge 所以刚才 我们不是看了几个例子吗 第一个是那个股票 有没有 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三只股票 刚刚好在一个因素 另外两只股票 在另外一个因素 make sense 因为你已经 对这个subject熟悉嘛 对不对 你知道前面三个股票是什么 是银行或金融共 后面两个是什么 石油嘛 那或者是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因素要怎么决定呢 为什么四个就够了咧 我有十个变数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哦 铁柄牵球跟标枪 它们当然是一个因素嘛 因为这都跟什么 跟这个有关嘛 推啊 或是投直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一百公尺 四百公尺跟跳什么 跳远啊 会在一起啊 对不对 那跳高跳远 一百一十公尺跨栏 跟乘杆跳 为什么都会在一起 因为它都跟跳有关嘛 都跟脚的爆发力 那最后是 四百跟一千五百公尺 这个东西一定跟什么 subject matter有关 是不是 subject matter有关 第三点 当然就是什么 reasonableness 结果 是不是什么 合理啊 reasonableness 这个结果合不合理 你懂我意思吗 合不合理 reasonableness 那 合不合理 那就是你要看嘛 有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make sense 像刚才 那几个 十个变数 归成四个因素 它归进去之后 那你去问那个一般的 读体育系的 这make sense 这合不合理 这应该合理吧 对不对 这个 一千五百公尺跟四百公尺 归在一起 这个因素是什么 耐力 耐力 有没有 这当然合理嘛 那一百四百跟什么 跳远 是速度 这合理嘛 速度跟耐力 是不会同时存在的 我的速度不太好 可是我耐力很好 我很能走路 对不对 因为我天天磨练 我回家就从地下二楼 走楼梯走到九楼 每天走 对不对 每天坐两百个养我起坐 所以我耐力很好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没有肚子 我看我的肚子比里面 很多人都小 我每天坐两百个养我起坐 五十下福利领身 对不对 所以 可是我刚刚讲 那个速度没关系 爬楼梯走路跟速度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速度是短距离的充斥 对不对 耐力是什么 长距离的 合不合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次请大家注意 这三点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接下来你看下一段 估计的方法 有没有 the choice of the solution method and the type of rotation is a less crucial decision 所以怎么决定因素 再来就是估计的方法 还有什么 转轴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因素分析 适合拿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管你有什么样估计的方法 然后之后转轴 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 应该是要什么 一样的 你记不记得刚刚那个十项运动 最大概是把跟组成方法转轴以后 是不是都分成四个因素 只是说因素的顺序可能什么 不一样 可是它就剩那四个因素 是吗 所以不管用哪种方法 理论上它得到的结论 应该不要差什么 不会差很大 如果你适合用因素分析 来处理它的话 所谓的适合用因素分析 来处理它就是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结构 拆解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前面有一个例子 是告诉你 因素分析不能处理吗 你记不记得我说 我估计过那个变因素等于负了 那不就不能处理了吗 对不对 所以因素分析适不适合处理 就是说它的结构 是不是你要的 可以拆解成这个结构 对不对 所以 最重要的是因素的数目 用什么估计方法 最大概是法后组成分法 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去转轴 相对来讲 反而没有那么什么 没有那么重要 It's not that crucial You know Not that important 第三个 请各位注意 那 下面这个就很好玩了 第三段 At the present time Factor analysis still maintains the flavor of an art And no single strategy should yet be chiseled into stone 所以他告诉你啊 有没有 标准答案 没有 他告诉你什么叫art 你看到那个字了吗 Flavor of an art 有点什么东西成分在里面 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都不会贵 那是个人 在里面 网友 我 都不会贵 请不吝点 有点 我 我 这种 那是